弟子给师父请安 就是感恩师父慈悲 给弟子点一个梦 就是在前三周的时候 我梦到佛陀和我说 他说我要走了 就是因为我杀了一只麻雀 然后我心里就很难过 我说哎呀 就是我平时都没有好好赌人 也就是平时不太努力 走了应该去哪里呢 然后后来我就说 我要好好念礼服 我要忏悔 然后我就说 我都要走了 我应该要去 就是上 我要去拉大便 就是弄弄干净 神的心里 就是脑子里有不干净的 对菩萨也不敬的 我说对不起菩萨 然后后来我就去拉了很多很多 然后出来之后 我就看到一个大法师 我就说法师呀 我说我不想走 我说应该怎么办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很多很多 然后就是 总结下来就是要让我好好的 然后要多帮助大家 然后 然后我就说 然后我就很着急 我就说我要念礼佛去了 然后我的梦就醒了 然后请问师父是不是有结呀 有啊 这个如果你清清楚楚梦见 菩萨跟你说 佛跟你说 说你要走了 那就是这个结不小了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想想看你学佛跟师父这么多年 你静静不静静啊 对不起师父 嗯 我跟你讲了 菩萨给了你这么好的法门 你自己这么懒啊 然后自己这么不努力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你想想看你怎么对得起菩萨 所以一个人要静静啊 不静静会退转的呀 是的 师父 因为也是心灵法门 也是师父 我就 我本来其实 在感情方面一直出错 就是因为心灵法门 因为师父慈悲 所以帮助了我很多 我就改掉了很多 当然 但是我就是 所以你要现在知道啊 他结来的时候 他不客气的 结一来就来了呀 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 你不能稀里糊涂过日子的呀 你以为你每一天过了就过了 平安也是菩萨给你的呀 对不对呀 是 不可以这样的 这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这个你赶快要念 这个礼佛和消灾 而且要跟菩萨要许愿的呀 嗯 关心菩萨佛陀啊 我这个节过了之后 我我我请帮助我过节 我现在还不想离开 因为我还要更努力 那么就说明 你这个人应该从天上下来的呀 那那那我应该要念多少礼佛呢 你不是礼佛呀 你要好好地忏悔呀 我一定忏悔 我一定努力 你要真心忏悔呀 实心悔改的呀 你知道一个人的懒惰会让自己下地狱的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明白师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我就是感觉就是一直很累很累 然后我每次想到 哎呦 师傅比我还要 你看师傅都这么累都能够累 我说我 你现在知道了 你现在知道了 做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呀 累不累呀 累不累呀 实际上就是你的心已经累了 所以你才会体力感觉到累 你如果心里有众生 你的身体也不会累呀 对不对呀 对的 哎 我就每天上街 我跟菩萨说求菩萨就是 就是能够开我的智慧 能让我就是能够心平气和 好好的念经 宵夜还债 然后去菩萨加使我 能够就是提高我的境界 能够就是多多的想大家 帮助大家 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 嗯 可以 那我要针对这个要念多少小房子吗 多念一点的 小房子多念一点的呀 嗯 那 好 那对于这个节我要就是有没有说 要放多少余啊 还是一直一直就这么放 然后 你 我觉得你跟菩萨讲啊 你就是众善奉行 也不要规定一下子为这个节了 但是呢 我觉得你这个节至少礼佛要念很多 小房子至少念一百八十张 好 好吧 好 你不要等到 你不要等到出车祸 说走就走掉了呀 像一般的告诉你 你很快要走的话 就是可能会是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 一些运作会让你走掉的呀 明白 明白 好吧 但是那个梦里面说因为我杀了一只麻雀 师父我在想是不是麻雀上次您开始说 呃 会不会是一个情债什么的呀 情债 就是情债 就是情债 麻雀就是情债 说你杀了麻雀 实际上这个人为你死掉了 然后他投了麻雀了 那你就是欠了一个麻雀了呀 因为你要知道很多色 男人好色的话下去会投麻雀的呀 嗯 明白 所以你曾经曾经跟他好过啊 做了那么多的勾且知识 你想想看他脑子里死死的不忘 你说说看你不是害人了吗 嗯 明白 师父我一定改毛病 我一定好好把我的懒惰的毛病改掉 你要真的好好的呀 你不要等到死掉了 你才说叫师父改 我也救不了你呀 明白了吗 不会不会 我一定努力师父 嗯 听人家吃 我再也不那个了 我再也不懒惰了 要跟自己懒惰做斗争的呀 要一二三咬咬牙做的呀 明白 每个人都懒的 懒到懒实际上就是一种业障 你听得懂吗 要克服他呀 听得懂 我有时候都觉得我自己也怎么这么懒呢 嗯 你说说看像人不了 像个动物了 对不对呀 人家叫懒牛啊 懒牛也有啊 牛也有很懒的呀 不肯动的呀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我就跟菩萨还有佛陀洗大愿对吧 对呀 你洗了愿以后要做的啊 明白 明白师父 请您加持 对不起师父 好的 我相信了 我相信了 你打通电话 应该不会这么快走了吧 好吧 好 感谢师父 感谢 非常感谢 好 再见啊 祝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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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